刘备落魄时,来到许都投靠曹操,而曹操带刘备不保,他还带着刘备面见汉县帝,让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得到了官方证明,但实际上,这不过是汉县帝为拉拢刘备而做的准备。 后来董成约刘备等人力蒙除曹,刘备恐曹操生疑,每天只浇水肿斗,曹操文之后,当即邀请刘备前来青梅煮酒,二人对坐,开怀畅饮,议论天下英雄。 当曹操说道,天下英雄,唯使君与曹耳,时,刘备大惊施柱,担心他自己的想法被曹操识破,下好此时雷雨大作,刘备已胆小,怕雷掩饰而使曹操适宜,后来刘备请睁脚元术为由,最终得以脱身,而在刘备离去后,郭家宇成玉求见曹操,认为刘备绝不可放走, 毕竟刘备乃人中蒙凤,此番离去,他日定然会成为曹操的大敌,而曹操心中也很是后悔,于是命徐州刺使车咒刺杀权德,只不过车咒在刺杀刘备前,与谋士陈登协商,陈登将此事泄密给了刘备,导致车咒被刘备反杀,还牵连车咒一家被张飞尽数杀死,不过历史上, 并没有记载曹操吩咐车咒刺杀刘备,只记载了建安五年时,左将军刘备因车咒傲慢而袭杀车咒,至于说车咒是不是受曹操的命令来刺杀刘备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, 不过曹操这一生是安排,过对刘备的刺杀事件,只不过那一次的安排,同样没能成功,去三国志诸葛亮传,记载,当时曹操派遣刺客到汉中觐见刘备,两人热切地探讨着讨伐曹魏的事情, 但就在这个时候,诸葛亮进到屋中,看到了刺客,当时刺客神色慌张,诸葛亮一看,就知道此人不是普通人,后来刺客如厕,诸葛亮就告知刘备此人有异样,应该是曹操派来的刺客, 刘备幡然醒悟,派人去追,以不见刺客的踪影,而这一次刺客未能自杀成功,一方面在于曹操对刘备还不够重视,当时曹操只派来了这么一位文臣,而非卫军之中的人,正因如此,此人见到刘备后,只能先与刘备交流来使刘备放松警惕,若是卫军将士, 只怕一进刘备的身,就会抱起伤人,刘备的性命就要断送在此了,而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诸葛亮看人的眼光不俗,一眼就看出了刺客有问题,这才拯救了刘备的性命,逼者认为,刘备能在刺杀中活下来,主要还是因为曹操的故,重视与诸葛亮超强的世人能力, 或者说,这也许就是因为刘备的运气好,这才让这才暗杀没有成功。